民进党立委苏正清涉嫌收贵遭到积压 对此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李梅珍 今天就召开记者会 除了宣示反贪腐的决心外 李梅珍也当场签署反贪腐挺清廉的窃节书 同时也要求另外两位候选人能共同签署 拿出反贪腐挺清廉窃节书 李梅珍当场在上面签下名字 承诺如果自己涉贪会接受法律制裁 家人涉贪或局处首长政务官涉贪 他也会下台负责 我当选高雄市长 若有犯贪污罪 定誉执行后绝对放弃假释 服外衣监等的这些权利 甘愿受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第二若家人涉贪 或做着权势而包工程的话 本人也愿意下台负责 记者会上还播出陈其迈帮苏政卿站台的画面 是议员陈丽娜质疑 陈其迈真的不知道亲如兄弟的苏政卿涉贪吗 而如果当选市长之后 也可能纵容身边的官员贪污 18年后面对他的亲如兄弟的苏政卿 一样的状况又产生了 那他可以说他不知道 他可以保持沉默不说话 那这一位立委到底及格吗 你没正强调有绝对的权利就有绝对的腐败 他更指出高雄3300亿的负债中 也包含了绝大的贪腐 立委爆发的是会案成为高雄市长补选的选战话题 李梅珍出招强调应该还给高雄一个连人的政府 会后也会将契捷书送给另外两位候选人签署 记者金献忠 赖长帮 高雄报道